其實我們全固酮有一個比較 更貼切的名詞叫做流鹽激素 所以顧名思義流鹽就是把鹽流下來 鹽流下來水就流下來 所以我們說有時候吃太鹹血壓會增高 其實也就是這個道理 如果我們剛剛提的腎上腺的外圍叫做皮質 製造全固酮的細胞比較多 我們就稱之為真身 或者它長出了所謂的腫瘤 而且這個腫瘤是會製造全固酮的 這個時候它就會利用它的原料 它的原料其實叫做膽固醇 這個地方要製造比較多的全固酮 它會吸收膽固醇 我們這個NP59到底是什麼東西 其實它那個結構跟膽固醇很像 所以你要製造這個全固酮的時候 當然我們這個NP59 也就會被吸收到我們身上腺皮質來 加上我們這個NP59 它有給它結合一些點 這個點是有放射性的 那我們就利用這個儀器來追蹤這個放射性 跑到我們身體什麼一個地方去 那如果它真的集中到身上腺的這個外面 就是皮質的部分 那當然這個我們就可以看到 在身上腺的這個部分那個區域那個放射性就會比較高 其實造影的原理簡單來講就是這樣 舉個例子 這個病人他的這個電腦斷層 你會發現在我們左邊腎上腺這個地方 有一個有一個腫塊 那如果是只有電腦斷層你看不出來 它到底有沒有功能 它會不會製造全固酮 不知道做我們這個NP59檢查 你會發現就在這個位置上 其實它會吸收很多的NP59 代表說其實它是有功能的 那我們正常人的話就不會有那個紅紅黃黃 對 或者說它的這個亮點沒有那麼亮 它會吸收會比較少 因為它全固酮還是會製造 但沒有那麼多 反過來它如果說真的是很多比較高的話 那就是會這麼亮 那我們用這樣的一個檢查的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方式 就可以區分出在電腦斷層或者各種其他的儀器 在腎上腺所看到的這個腫塊 到底它是不是有功能的 然後接著它是有功能的 真的幫我對鎀礦 也會有數量的